要不要有信仰 居然也能用數學來分析 這主題可輪不到數感實驗室做 而是跨域數學家帕斯卡的剪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數感實驗室 我是怡薇 我們做過非常多不一樣的主題 像是切披薩的數學啊 牛郎之女的數學啊等等 這種有點跨域的數學 其實早在四百年前就有人做了 沒錯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帕斯卡 帕斯卡真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跨域大師 他精通數學、物理、工程、宗教、哲學跟文學 帕斯卡的母親在他三歲的時候就過世 然後父親就獨自一人扛下 撫養帕斯卡姐弟的責任 帕斯卡父親是法國的國稅局局長 也是一位業餘數學家 就跟我們之前的影片講到 他當時結交了梅森、迪卡爾街數學家 由此可見 爸爸是真的很喜歡數學的 那父親呢很早就看出帕斯卡有過人的天賦 就決定在他八歲的時候賣掉官職 全家搬到巴黎 欸你沒有看錯喔 當時的法國是允許賣掉官位的 可是帕斯卡的父親呢 賣官位不為別的 只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時間去陪伴帕斯卡學習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跟感動的一件事情 那帕斯卡父親他走的是一條 就算現在也是相當前衛的在家自學之路 他親自設計課程喔 然後不只傳授知識 更希望能夠持續讓孩子保有好奇心 而帕斯卡或許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樂於主動探索各領域的知識 最終成為了這位跨欲大師 有趣的是帕斯卡父親 希臘文、拉丁文、地理、歷史、道哲學 通通都教唯獨數學不教 甚至他還明令帕斯卡說 你在15歲前通通不准碰數學書 爸爸這麼喜歡數學 卻不准自己孩子學數學 欸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爸爸是擔心說數學這麼好玩的東西 帕斯卡會太快沉迷於數學世界 荒廢其他學科啊 這位爸爸 你有什麼事情嗎 只能說爸爸真的很活在自己的同溫層裡面 大部分的家長求孩子讀數學都來不及了 哪會擔心說孩子過度沉迷在數學裡面呢 只是有可能是小孩子那種 你越近我越愛的心態 又或者是身教大於一切 小帕斯卡看到爸爸明明就那麼對數學著迷 迪卡爾叔叔他們也都是那麼熱愛數學的一群人 自然就會對數學開始產生了高度的興趣 於是呢 他偷偷背著父親學數學 這已經是在自學環境中再自學了 超級厲害的 帕斯卡11歲的時候研究幾何學 還自己發明了一些數學術語來幫助學習 等到父親發現的時候 帕斯卡已經展現出超強的數學能力了 啊數學果然是太迷人了 來跟著爸爸一起學吧 帕斯卡爸爸又是無奈又是開心的 來歡迎兒子加入這個美麗的數學世界 14歲時 帕斯卡隨父親去參加數學家的聚會 16歲的時候 第一次在聚會中向數學家們報告 關於他提出投影幾何的幾項定義 使用最有名的就是神秘六邊形 現在又叫做帕斯卡定義 他指的時候 任何圓錐曲線內的內階六邊形 三組對邊的三個焦點都會連成一條線 哇 哇 現場數學家們聽到一位16歲的孩子 能夠推出這樣的定理 都覺得真的是看到了一個數學星星即將升起 帕斯卡留下很多以他為名的研究成果 其中一個是帕斯卡三角形 數字由一向下排列 規則是每個數字都是正上方 左右兩個數字的相加結構 然後最後會排成一個三角形的結構 學校裡面應該是在講平方核 立方核公式 或者是高中等到二向式定理的時候會用到 但這個其實不是帕斯卡所發明的 他只是寫了一本專書 然後裡面好好地詳細地介紹了這個數字三角形 那這個呢 其實就很像是我們先前的影片提到的 費斯數列 他也不是費博納契所創造出來的 只是他做了一個很詳盡的介紹而已 帕斯卡長大之後結交了一位筆友 就是號稱最強業於數學家的貝馬 他們兩位有一次聊起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如果今天我們比賽丟銅板賭金300塊 誰先猜中五次誰就會贏 結果戰況是2比1的時候賭局忽然被中斷 沒馬比較去 請問這個時候雙方各該拿走多少賭金呢? 你覺得答案多少呢? 有人會直接用說現在是2比1所以應該是拿走200塊跟100塊啊 但是帕斯卡跟費馬發現不是這樣子的 到底答案是多少呢?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算一下留言告訴我們答案喔 而兩人就這樣在討論賭注分配的過程中 建立了所謂期望值的概念 奠定了影響後世深遠的機率理論基礎 帕斯卡還進一步地將機率論用在宗教跟哲學研究中 他想要論證理性的人應不應該相信上帝的存在呢? 帕斯卡這樣推論 他說上帝可能存在 而且相信上帝的結果是上天堂得到無限大的福祉 在這樣的情況下縱使機率非常非常小 而成上無限大的獎賞期望值就是無限大 所以就算上帝不存在充其量 也不過就是花了一些時間去禮拜祷告也沒有損失太多 反過來說就算上帝不存在的機率很小 可是下地獄痛苦懲罰是無限大的 我們實在是不應該貿然去嘗試 而於是帕斯卡就決定有信仰 那這個就是知名的帕斯卡賭注 帕斯卡跟宗教信仰有不少的緣分 他除了留下這份帕斯卡賭注之外 在31 歲年大概曾經有一段非常非常神奇的宗教感應 他把這個感應記錄下來 縫在外套上隨身攜帶 長達了八年直到他過世 也是在那次的感應之後 帕斯卡逐漸淡出數學與物理的研究 逐漸的將重心轉移到宗教跟哲學 天才斜槓永遠不鮮少 除了數學之外 大家第一次認識帕斯卡 應該是氣壓單位擺帕吧 那這裡的帕就是帕斯卡的縮寫 帕斯卡做了非常多的大氣壓力試驗 並在24歲那年完成了氣壓隨高度遞減的證明 也進一步得到說大氣層上方不是真空的狀態 他完成這個論證的時候正好是蒂卡爾來拜訪他 然後就發生我們之前在蒂卡爾影片裡面講到的 兩個人意見不合大吵一架 不只蒂卡爾罵帕斯卡腦袋真空 兩個人後來的關係都不太好 帕斯卡甚至還說過 我不能原諒蒂卡爾這樣的中華 只能說天才之間有可能欣欣相惜 但也有可能水火不容 帕斯卡不只是李柯南 同時也是一位文青 他撰寫諷刺三文書至外省人書 批評當時的基督教牌 並為他所賭信的天主教派捍衛 他在書中大量運用幽默諷刺的手法 成為當時流行的文學作品 另一部更為人所知的經典是 哲理散文書《思想錄》 裡面也有幾句話是我很喜歡的 例如說教育產生天生的直覺 而天生的直覺也可以被教育給抹出 這樣闡述教育的重要以及雙面刃的特性 又或者正義若無力量是無助 力量若無正義則是暴虐 對於正義的思辯也是相當深刻 從這些話你真的可以看見說 帕斯卡不僅數學理工很強 他更能洞察事實 很可惜這樣的跨欲天才 在早早39歲就因病過世 真的如他說的 人生盡如一日過客 但這位過客呢 留給我們相當豐富的科學資產 數學、物理、哲學、文學 還有我們下次有機會要好好講到的 第一台計算機帕斯卡錄 比起在歷史上連名字都沒有留下的人 帕斯卡對於熱愛事物的鑽研 對於各種知識、學問的探究 這樣的一生雖然短暫 但也精彩萬分了 以上就是帕斯卡的故事 如果想看到更多數學家、更立體的一面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大家分享給所有喜歡聽故事的朋友吧 數管實驗室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